無人桌間可闖宅搜證 主科博士慘啦 主科一名拥有博士學歷的理性工程師 怀疑五姓妻子外遇高姓男子 去年二月春節期間 妻子深夜未歸 她怀疑妻子是去找高姓男子 近帶著朋友闖進高姓男子住處 不過沒有拍到兩人一山不枕 桌間在床的畫面 還被高姓男子下主科令 並切地告他們妨害秘密等罪 工程師和朋友辯稱 是要調查妻子有沒有出軌 才闖入住處 有阻缺違法的正當理由 但一二省法官均打臉 表示桌間仍需遵守法定程序 不能無限上綱 任意破壞他人居住安寧的自由 因此仍依妨害秘密罪 她兩人各三個月突刑 可一顆罰金9萬元定驗 東新聞台北報導